中央選委會 主委李靖勇南下視察 罷免投開票所的防疫演練 但還沒進會場 就先被攔招成情 不要沒收高雄人投票的權利 對離會到現在 我們已經辦過30幾場的補算 所以我們有累積 很豐富的選務防疫的經驗 李靖勇南下 了解投開票所的防疫演練 模擬投票者萬一發燒 就會被帶到防疫專用的圈票區 完成投票 此次租界投開票所 罷案團體發現 怎麼會越接越少 直到4月30號為止 只完成不到65%的場地租界 質疑韓市府刻意阻撓 今天同一個區域 有同樣的人 擠在兩個投開票所 跟10個投開票所 哪一個才會比較造成防疫的破口 如果有誰會在動作 我們的國立學校中央企劃 中央企劃 難度我們要投掌的考驗 李靖勇放縱化 只要是國立機關學校 借場地絕對沒問題 不過根據中央選委會公告的資料 罷免要設置1823個投票所 但高雄市選委會的洽介進度 4月20號回報有1513個 第二次回報完成洽介有1367所 第三次4月30號竟然只剩1182所 被質疑投開票所越計越少 完成租界場地的進度不到六成五 小心喔 比較差不多 小心喔 到底有沒有把防疫當擋箭牌 高雄市選委會主委 也是高雄市副市長的陳雄文 先推盡頭 接著才在致辭時做出解釋 到目前為止呢 借到的大概只有一半左右吧 那這些學校的負責人呢 很多都擔心了 一百零今年你去哪裡回頭 今年你去哪裡回頭 這樣是真好 李靖勇表示 罷免投票還是傾向於維持 一千八百二十三個投開票所 下午會上高雄市選委委會再協調 希望盡快能有結果 三十四位黃大文 黃佳平 SNG小組 高雄報導